大自然中神奇食物链的存在是为了保持生态的平衡,不让某种生物过度泛滥,所以很多动物都是有天敌的,但有些动物却是站在食物链的顶端,没有天敌,所以某些体型庞大的动物,比如河马的天敌是什么,是不存在的。 河马是淡水物种中的现存最大杂质性哺乳类动物,也是现存仅次于大象和犀牛的陆地动物,一般个体体长3.3米,尖高1.5米,平均体重约1.35吨,一般体重在0.9吨至1.8吨之间。 最大野生个体重达2.66吨,河马体型庞大,拥有非常肥胖的身体,身上看起来非常光滑,因为它们主要生活在热带水草比较丰富的地区,白天几乎都在水里待着,食物缺少的时候会上岸觅食。 河马是群居动物,一般都是十几只组成群体一起活动,有时候也会出现上百只的盛况,平时河马的性格比较温顺,只要不去惹怒它,它一般不会主动攻击。 和河马最容易相遇的就是非洲尼罗厄了,它那锋利的牙齿几乎能破坏任何东西,一般接近水边的动物都能被鳄鱼袭击成一顿美食,但如果是河马,鳄鱼只能表示委屈地离开,因为在河马面前,鳄鱼是没有办法的。 别看河马样子纹慎,但其实也是很不好惹的。 作为现存咬合力最大的陆地动物,再雄悍的鳄鱼都能被河马一口咬穿。 曾有摄影师拍下过一组图,一只鳄鱼悠闲地路过了几只河马身边,不料,大河马突然发难咬向鳄鱼,鳄鱼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非常惊慌地想要逃走,却已是来不及。 片刻间,鳄鱼的尸体便滑落水下,再没看见过它。 原来,是因为鳄鱼经过的地方正好有那头大河马的几只幼崽。 大河马以为鳄鱼要袭击它的孩子,带有幼崽的雌性鳄马非常容易暴躁,若非要说存在河马的天敌,那么弱小河马的天敌是猎狗和狮子。 成年强大的河马天敌估计就是人类了。 目前,河马分布地区不断减少,只有在北纬17度以南才能密到它的踪迹。 人们为了猎肉和牙齿而进行的非法和无限制的狩猎,导致河马栖息地丧失。 非法狩猎被认为在栖息地领域的发生的战乱最为严重。 超过八年的在刚果内乱河战斗中,当地的河马种群下降了95%以上。 来自布隆迪和科特迪瓦也有报道广泛被偷猎入食。 这是导致河马减少的主要原因。 河马目前是一维动物,所以一定要好好保护,不然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再也见不到河马的踪迹了。